用這個物件幫我們去下載到A欄 A1 OK 所以這個地方 那下載完之後呢 我們要再把它下載到A欄 意思就是說因為它只有A1一個整個東西 它沒有切割 沒有切割在以色列裡面就不能夠用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至少幫我橫向先切一刀 那就要切很多刀嘛 再縱向幫我切一切 那不就所有東西就放在它應該放的位置裡面 那其實難就難在這裡 如果你這些都可以辦得到的話 那以後 管它資料是放在哪裡 對,放在外太空也一樣嘛 反正拿回來放進去不就被eSale了 對不對 這樣的話呢 你拿給任何人 對,這個都我要的 可是實際上你也根本沒做什麼事情 對 那當然如果你辦不到你就只能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然後用一些可能突發燃光的方法 反正平平臭臭 湊出那個你需要的data 那之後還有很多事要做 你還是匪 所以有的人上班很辛苦 原因大概就是在這裡 不懂的用一些什麼 比較聰明的辦法 一勞容易 一鍵按下去 以後所有事情就搞定了 你不用今天做一遍 明天再做一遍 每天都做一遍 那如果一年累積下來 你花浪費多少時間 如果可以把這些時間 留下來 我跟你講 真的是會覺得 你有好多時間可以去再學習啦 所以以後的話你的功力就會 不斷不斷不斷的在提升當中 可是如果你用突發燃光你永遠還是學不會 所以當然不建議啦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我寧可 花時間在想一個程式怎麼寫 我也不願意一直突發燃光下去 所以我是屬於那種 真的想要解決辦法 而不是那種 有些人就是 頭鳥心態嘛 反正好了今天過了就算了 明天再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 可是永遠都解決不了 因為沒有 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永遠解不開 OK 不過這好像感覺 不是只有在程式 在 人生哲學上面也是差不多的 有沒有 有很多事情真的要一勞用 而且 慢慢發現 很多事情 生活越簡單越好 就可以寫程式態度一樣 因為如果你生活很複雜的人 你絕對 會有越來越多的事情 再來煩你 所以 可能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的程式應該都算精簡 我一直強調 我的程式 越短越好 OK 然後呢 越直覺越好 裡面上面應該都沒有 你們看不懂的 因為上面都有註解 所以你們都 不過盡可能的 好像 就是那個同學他一直強調說 他看過那麼多程式 看到我的程式覺得 怎麼會這麼短 可是事情卻做完了 OK 所以 這個當然也是 我覺得你要去 怎麼講 去無存經 這個可能要歷經 一些 時間 然後 淬煉 OK 再來的話 怎麼樣把它放在A欄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做出來就像這樣子 就是你就是新增一個工作表 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一個 HTTP 這個 下載到A欄 那我把它執行 全部下載完畢了 好 這個是結果 可是 要 怎麼做 才是關鍵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要思考 那我需要怎麼樣呢 我需要先分析一下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 怎麼樣 去 定義它是 橫向的 有沒有 到 它的邊界在哪裡 所以這裡可能需要用到一個軟體 叫做 Nordepad++ 然後你怎麼樣呢 把那個下載下來的那個檔案 有沒有 丟給這個 Nordepad++ 分析 我習慣上常常這樣 下載的東西拖拉過來 放開 然後呢 再利用檢視裡面有一個叫特殊資源 把這個功能 OK 所以 我是建議 可能這個工具還蠻重要的 顯示 所有資源 因為你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 別人 看不到的東西 就有點像天眼通打開了 那你周圍 你看得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不過 跟那沒有關係 主要是 在 那個 檔案裡面喔 如果你沒有開這個 你會看不到什麼 最後面 的東西 最後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 可是它為什麼會換啊 因為 檢視 特殊資源有沒有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後面有沒有多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控制的資源 一個叫CR 一個叫LF 有沒有 CRLF 所以呢 假如說你今天呢 要知道它 一行的結束在哪裡 那其實有的時候 你可以先分析 剛好 這個資料下來的時候 它剛好後面有個 CR CR CRLF 那在 VBA裡面 VBCRLF 就可以去抓到這個的位置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每一行每一行的結束都會有 所以基本上呢 最後一行 也會有 這個啦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 把這些資 這個抓起來 然後一行一行去判斷 那怎麼判斷呢 這個時候 你不知道這邊有幾行 你如果可以算 假設你已經知道幾行 你可以用FOR回圈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這邊有幾行的話 那你只能用DOFIRE回圈 DOFIRE有什麼呢 幫我找 找這個 直到找不到為止 如果找到的話 那就怎麼樣 幫我繼續找 繼續找 繼續找 然後呢 我第一次找到的話 就是這個的結尾 那我的開頭在前面 所以我可以用MID的函數怎麼樣 幫我切割嘛 切割它的頭 從第一個字 從S假設號 從第一個字開始 切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假設是多少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可以 幫我 切出來了 切出來之後我可以 放到除神格裡面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切完為止 所以剛剛各位看到的邏輯 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可是呢 要怎麼把程式寫出來呢 我們待會再看 如果可以的話 你自己寫寫看 如果不行的話 待會 再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其實程式並不複雜 不過就是你要能夠 特別最後 我有把這兩行給mark掉 為什麼 因為之前我看到 就是這個 這個後面 我不曉得這個台銀 他的資料也會改變 他最後 他之前的資料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就抓不到最後一行 所以 可是現在看是有了 所以 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把這兩行 有沒有 把它刪掉 也ok 為什麼 因為他後面也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 到底多了什麼 其實我是把剛剛那個部分 抓到 A1的資料 分別 不是放在A1 有沒有 我先抓出來 我先 本來是放A1的東西 我先放在這個 S 那這個S是一個變數 就是放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裡面 基本上 我會先宣告兩個 一個是I star I star指的是什麼呢 我的 那個字 那一行的開頭在哪裡 那當然 第一 第一行一定從1開始 有沒有 那他的結束在哪裡 結束就是 VBCRF 對不對 我們可以 剛剛有看到嘛 其實如果你要找在VB裡面 他會多一個VB 因為他是一個控制資源 看不到的 所以他多一個VB 然後呢 要怎麼找 用DoFile 的敘述 DoFile後面的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條件 所謂的條件說如果他為True的話 他會進入回圈 如果他是False的話 他會跳離回圈 那如果我用 INSTR 這個是找 智串 找智串如果他等於0 那表示他找不到了 如果他不等於0表示找到了 那找到的話呢 他不等於0就會告訴他 告訴你那個VBCRF的位置 就是最後那個 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先歸零 然後 這個I的話指的是 應該是第幾列 然後這個 對第一列開始 輸出到第幾列 那這個ISTART指的是 你找到的開頭的位置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 先找一下 有沒有找到 有找到的話呢 然後呢 我就接著做什麼 再找一次 那為什麼再找 因為找到 就是確定一下 他的結束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找到之後 有個IN的 指的是 我找到的頭 頭在第1個 所以這邊你可以 我們用這個來 跟各位講 就是 我找到的 頭在1 尾巴在這裡 對不對 他有兩個字元 CR跟LF 所以中間是我要的 那中間我要的話呢 我可以怎麼切呢 我可以用呢 這個地方有個MID 應該各位有用過MID MID這個字串裡面的 哪個字呢 從開頭 所以 特別說MID一定是 給他要切割的字串 從哪個字開始 從第1個字 從哪個結束呢 IEND 就是最後那個字 減掉開頭的位置 OK就是 反正將來後面會 頭尾頭尾切 然後切完之後的話呢 記得 讓他繼續往下找 所以 IEND 就是找到的位置 加2 為什麼加2 因為 這個是從頭找 第1個字開始找 那如果說你要讓他往 找到的位置 以後有沒有 就是記得喔 從這個位置幫我繼續找 不然的話他又找到同樣的位置 他就不會往下 所以特別注意喔 然後呢 把找到的那個切 切完的資料呢 幫我切到 A欄的第1列 有沒有 第1列 然後呢再記得喔 把I 等於I加1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第1列 那我要變第2列 特別注意喔 I等於I加1一定要加 因為這個回圈不像FOR回圈 FOR回圈它NATS 就會自動幫你 加1了 NATS其實就是自動加1 但是DoFile不會加1喔 OK 所以喔 基本上FOR回圈跟DoFile回圈 最大的差別是 後面呢 DoFile是一個 條件 還有 後面不會幫你累加 這差一點 OK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要跑一個重複的事情 那你不知道結束在哪裡 你只知道 有一個條件如果發生 那就 就幫我做 做到 直到 這個東西 沒有出現 為止 什麼東西呢 就CRLF 沒有為止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 他如果找不到了 那就跳出來 告訴我 找不到了 好那這樣子應該可以理解啦 其實沒有加太多 但是我是怕你們那個DoFile回圈 比較不熟 那這個東西 無論是VBA 無論是Python 無論是Java 無論任何的語言 都會有這些 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寫法不同 啊像我的習慣 因為我每一種 反正管他是哪一種 反正 改一下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就是那些關鍵的不一樣而已啦 所以喔 你說像這個東西啊 我也曾經寫在手機App裡面 手機App是用Java 我把它邏輯改一下 語法改一下 程式就相通了啊 差別 語法不同啊 邏輯一模一樣啊 可不可以用 可以啊 只是可能在Java裡面的用的 禪數不是這個 他可能用另外的 什麼substreet 之類的 改一下 那東西熟了就好了 有時候忘怎麼辦 像我都把它寄在雲端上面 所以我雲端上面有很多 雲端白板 那東西是我上完課之後 如果現在是要上課 如果以前沒有把它 備份在 雲端白板 的話 那我就要重新備 多累啊 不過現在不用 反正我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還有呢 我有上課錄影 所以我回頭再看一下我的上課錄影 我再準備一下 其實又可以ready了 OK 所以基本上這確保 上課的品質應該會 應該會越來越好 OK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run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 對各位來說有點難 然後我們 租航來跑 所以這邊 按F8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叫column width 寬度 因為我要放 寬度 把它設為100 那這個100怎麼來的 拉一下 你會發現 上面會跳一個 有沒有看到 上面不是跳那個寬度 我大概拉一個寬度 大概100 大概這麼寬 所以我這個column width 我就把它設一下 大概100 OK 100 然後去抓資料 先丟到S裡面 所以S裡面就是我們CSV的所有東西了 然後呢 再去 預設從第一個字開始 然後 第一列開始 然後去找 有沒有找到 有找到了 找到的位置在哪裡呢 我去把那個位置抓到 OK 抓到之後 111 然後把它切出來 所以從第一個字 到110個字 剪掉頭 不過應該這個 這個其實還可以再商榷 可以再 變成零 不過零我覺得 反正應該變一好了 OK 然後切出來 把這個slide之後的話 東西 再把它丟過來 所以 先加兩個字 再丟出去 然後換下一列 OK然後再來 再切 基本上就切 所以全部切完之後的話 OK 下載完畢了 可是下載完畢 我們第一個已經做完了 但是第二個會有什麼呢 我們需要把這個 A欄裡面的資料 怎麼樣 再做 分割 可是怎麼分割比較快 其實用資料裡面的 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 其實CSV最方便 因為 它中間一定是斗點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下一步 裡面用什麼 斗點就可以了 自動幫你分割好了 再下一步 放在哪裡呢 剛才放A1好了 直接蓋過去 要不要全部都要 如果全部都要的話呢 如果有些不要 比如說遠期 這些我不要好了 你也可以 不會入此欄 不會入此欄 假設我要的只有 前面這些好了 那你就把後面的遠期 全部都不會入 不會入之後的話呢 它這些 通通都 不會入了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怎麼樣呢 如果說你希望把這些串連在一起 一鍵完成的話 那一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錄製聚齊 用這個地方 把這個 資料剖析部分 好像前面我們也做過就是 把這些怎麼樣 把它做完一遍 錄起來 然後呢 再跟剛剛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最後欄寬這邊也可以把它 錄製完之後你可以再自己再加一個什麼呢 那個自動 那個什麼 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很寬 OK 假設我最後要這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 錄製聚集 然後就把它放過來 OK那這樣不就完成了 好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那個資料剖析的部分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我這邊 資料剖析做完之後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就好 鱸鱸